艾菲爾老師 什麼星座的男人 就是風流倜傥 喜歡處處流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男生的這個星座題版 風流倜傥喜歡處處流行的星座 那個風流倜傥應該是形容男生 所以這個題目 比較是針對男性的觀眾朋友 請大家參考 太陽上升跟火星的部分 男生的部分為什麼看火星呢 因為男生的魅力跟火星有關 男生的這個衝動 也跟火星有關 所以我們現場來賓 我們麥大哥的火星 我們大家來觀察一下 它是水瓶座 那我們來看一下觀眾朋友 有誰上榜 太陽上升火星 如果是落在獅子座的朋友 你是屬於風流倜傥 並且會處處流行的星座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跟獅子座的個性有關 獅子座男生 他比較是屬於外型出眾 而且還富有內涵 也可以用一句成語來講 就是內外兼具 非常好 那麼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其實演藝圈裡面 有滿多的 這個獅子座的一些明星藝人 唱作俱佳 也有會寫歌的 也有會演戲的 也有會跳舞的 整體來講 就是非常能夠打動 女孩的歡心 再加上獅子座本身 富有情調 也可能喜歡音樂 也喜歡藝術 或者是說 也能夠創作 整體來講 會讓女生 這個情鬥初開的女生 讓她覺得說 非要找這個獅子座 談一場戀愛 不可 所以獅子座的風流倜傥 絕對是無人能敵的 如果用言情小說來講 四座的這個系列 可以用霸道總裁 這四個字來南瓜 那麼大家如果說 喜歡霸道總裁系列的話 那麼請找四座談戀愛 第二個星座朋友 如果是雙子座的朋友的話 他也是屬於風流倜傥 而且是處處留情的星座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你喜歡的川普 有可能 川普是雙子座 不是我喜歡 是我預言 至於什麼樣 大家請看這個 命好玩系列 這個節目就知道了 雙子座 為什麼風流倜傥 又會處處留情 跟他的挑逗話語有關 而且他會充滿著情調 那麼雙子座的一個優勢來講 他特別喜歡說一些 甜言蜜語的話 而且能夠打動你的芳心 不管是什麼年齡的女生 其實很容易被雙子座的這種 甜言蜜語的這種情調 給觸動 又讓他覺得說 好像回春一樣 好想要再一次 另愛的刺激 如果說從這個 就是言情小說的系列來講的話 這樣的一個系列組 叫做花心大哨 所以如果說你喜歡花心大哨 想要征服對方的話 可以挑戰雙子座的男生 就沒錯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說你到了七老八十 如果說像川普 這樣形象的人 能不能夠打動你 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 那雙子座沒有問題 再來看一下第一名的朋友 風流倜傥 是這個星座 天蠍座 我們皇上 天蠍座 天蠍座 不是啦 我是說 劇中的這個天蠍座 如果像那個視野 那個感覺的話 他就是屬於風流倜傥的人 那麼天蠍座 會有處處流行的現象 跟什麼呢 他會有一些曖昧的暗示 給人瞎想 這個天蠍座 如果要追求你的時候 他會用一份貼心 並且他會用一些曖昧的這個語言 或者是說暗示 告訴你說我其實很專情 而且我很用心 我過去所遭遇到的一些感情挫折 如今成就了我 要更珍惜跟你的緣分 我們是活在當下的人 你聽到這句話 他會覺得說 好像有可能他在下一秒 要帶你準備去看房子了 所以他會覺得說 天蠍座這種曖昧的這種語調 讓人家覺得說 不能夠再錯過了 這樣一個對象 那麼如果說 從這個延企小說的系列來講 這個系列 天蠍座的系列叫做 自命誘惑 有可能你愛上他以後才發現 其實他有家事 所以友善版的這些星座朋友 大家要注意 風流一替躺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小心 他有處處流行的現象 四座 雙座 以及天蠍座 給大家做參考 講到當年的男神 來 我們台灣也有 當年記不記得 金城四少 劉德凱大哥 帥吧 這真的是永遠的 這 你不管這什麼 還是很帥 有看過《秋水長天》嗎 對 他跟蕭芳芳 那個時候 對 實在太帥了 我查了一下 他今年七十了 那這個幾歲 這個七十 這個沒有 這個六十幾 他是得了金鐘的那一次 那好多年前了 對 好帥 帥不帥 那請看那一張 《秋水長天》 台視跟那個 蕭芳芳的那個時候 我覺得 那個時候他真的是我的偶像 我會覺得說 這樣的男主角 對我來說就是天邊一朵雲 不要忘記了 他除了《秋水長天》 這些電視劇 他還是窮瑤女 就是窮瑤劇裡面的男神 有非常多的戲 都是這樣子逐步成長 然後他那個年代 沒有渣這個字 我必須形容 所以叫花 現在就會講是渣 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當時要到電視台去找他哥 他就遇到一個女生 個子小小的 然後講話聲音很像鈴鐺這樣子 他就說我要找找誰 兩個人還吵起來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他第一任太太叫王景平 很多人不知道王景平是誰 對不對 其實你看了很多的電影 甚至電視劇 甚至是國外的電影裡面 總之就是很多的配音 就是王景平 他是我們台灣非常重要 首屈一指的配音天后 就是他 所以基本上 你對他這個人沒有印象正常 但他的聲音 你是知道的 一定聽過 王景平小時候 各位那時候台視 華視 中視都有那個合唱團 很多人是那個合唱團出身的 王景平是等於同心 後來就開始配音 兩個人在電視台就認識 認識之後大家也知道 劉德凱帥成這樣 而且天生反骨 他們竟然談戀愛了六十天 然後有一次 劉德凱就在計程車上 就跟王景平說 當然要不要結婚 王景平說好 真的啊 說好 所以六十天他們就結了 我不用我六天就會結啦 不要笑這麼帥 真的 是不是 跟許光漢有得比 是不是 好 他們就結婚了 所以算是蠻早就結婚 後來他們也有孩子 可是這中間 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其實他們的婚姻生活 非常不好 為什麼 因為劉德凱太紅了 他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 都在拍戲 那種生活都是歲在片長的 所以久而久之 其實婚姻生活 就開始出了一些狀況 然後王景平就帶著孩子 其實有一段時間是在國外 後來兩個人要談離婚 其實王景平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蠻長 這個婚姻等於很短 大部分時間是王景平 自己照顧孩子 為什麼呢 因為劉德凱 他是一個發電機 他後來跟誰合作了呢 一定要講這個人 他生命當中 非常重要的女人 劉雪花 是 他們當年 有沒有 這年紀應該知道 當年 那個非常保守的年代 就算你真的談戀愛 生下小孩 你都不會承認的年代 他們都很高調 也很大方 告訴大家 他們就算一起拍戲 有了感情 他們還是告訴大家 我們談戀愛了 我們就是準備結婚 那個時候 他們住在一起 劉雪花也準備要結婚 所以懷孕了 劉德凱就到法國 去拍一個戲 那我就說 去了 人回來 但心沒有回來 劉雪花只是接到一通電話 劉德凱要跟她分手 她在法國愛上了一個 比她小十幾歲的 法國女孩叫安琪 在我們這個年代叫渣 在那個年代叫花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一個說法 當然就是劉雪花 因為就是悲傷過度 在浴室跌倒 就造成孩子流掉了 孩子流掉之後 因為身體也不好 所以她從此不能再生 那這個悲劇當年鬧得非常大 因為他們兩個人 一個就是天王 一個就是天后 然後你劉德凱怎麼 這麼自由派 說不要了就不要了 那劉雪花當時又懷孕 後來又流產 那整個過程都讓大家 劉德凱簡直罵翻了 可是媽就罵吧 那劉德凱後來就跟安琪在一起 也結婚 也生了孩子 但十幾年過去了 我說過了 同一艘船 不會在同一個港灣 所以後來她也跟安琪 又分手了 那分手之後 劉德凱後來被媒體拍到 是跟一個大陸的女生 她們就是等於是男女朋友這樣 總之她就是永遠的 我們心目中的帥氣小聲